你身邊的人就自自然會... 你身邊的人就自自然會... 哈哈哈 這個真的不可以 神經病 Action! Hello大家好我是RICO 5萬訂閱...5萬訂閱... 大家有沒有想過5萬人究竟是有多少人呢? 5萬人就是大概有1萬的士 或者3400的小巴 又或者370的巴士 又或者是59的A380客機 又或者是1.25個香港大球場那麼多人 What? 一年前這個頻道可能連5千訂閱都未必有 一年之後竟然有5萬人 What?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厲害 勢非你 不得了 正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當你做了一件好事或者令人為你而驕傲的事的時候 身邊的人就自自然會稱讚你 甚至是獎勵你 例如當你對你的朋友做了一件有情有義的事的時候 你的朋友會怎樣讚你呢? 我兄弟今晚我請 當你做了一件孝順的事的時候 你的父母會怎樣讚你呢? 乖仔果然你遺傳了我的優良基因 當你考試考得好 你老師又會怎樣獎勵你呢? 同學 Well done 這些是今晚的功課 什麼啊? 不用做現在 那真正的問題來了 作為RICO的觀眾 如果你做了一件令RICO開心的事 RICO會怎樣獎勵你呢? 不用慢首先當然是給個鄉民那麼多位 蛤? 不喜歡啊? 那...啊! 我知道 隨隨便的在Instagram開個post 多謝大家 那就可以了 簡單就是美吧 恩 恩 恩 OK OK我們認真了 我真心覺得你們這麼多位觀眾的努力 是值得表揚的 是需要表揚的 那你們知道我最喜歡呢 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 互動一下 或者聊聊天 那所以啊 報答你們的方法呢 一定是搞個活動出來 給大家一起參加一起玩的 一直以來呢 都有不少觀眾說 想我做多一次Q&A的 我也不知道為何你們這麼多問題問 那就打鐵震燃了 今次我們就搞個Q&A啦 不過 當然不是普通的Q&A啦 每次都是你問我答 你悶我 你悶我都悶啦 今次的Q&A呢 我就會叫他做真假Q&A 如真 如假 如可分身飾演自己 即是怎樣 即是雖然都是你問我答 不過我答的東西 就未必是真的 而作為觀眾的你 你們的目標 就是要猜我講的 哪幾個答案是假的 如果猜中了 那就當然重重有上啦 怎樣想法呢 我就會在暑假的時候 選出大概五位傳眾的朋友出來 吃頓飯 逛逛逛 吃頓飯 你知道你們暑假都沒什麼做的啦 大家交流一下這樣 喂喂 告訴你 今次這個活動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即是呢 所有人都可以參加 那大家現在所需要做的事呢 就先去like我的facebook page啦 link就可以在下面說明那裡找到的啦 然後呢 你們就會找到一個 叫你們留問題的post 你們只要在那個post下面 說下你想問的問題 這樣就可以的啦 實際怎樣報名參加 或者怎樣猜我 說哪幾個答案是錯的方法呢 就會在下一條片 即是我答問題那條片那裡 會詳細跟大家解釋的啦 大家呢 暫時不需要擔心的 好啦 那這個活動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啦 但是如果沒有你們問問題呢 這個活動是一定舉行不到的 那所以呢 大家就快點去我的facebook page 留下你們想問的問題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活動啦 再一次多謝你們 一直以來給到這麼多的鼓勵我 給到這麼多的support我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活動的 就記得給個like啦 OK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バイ 72 第一字獲勝 是 看到呆